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13年 夫人公是朱德亮和陈镇 原文如下 九年 都护离平坐无枉费 朱德亮与长矢强弯 世中董君书曰 笑起前林志武 为吾说正方父中有林甲 相当以为不可计 吾以为林甲者但不当犯之耳 不图父有苏 张之是出于不义 可使笑起之之 这段记载的大义是蜀汉建兴九年 都护离平因诬告朱德亮而被罢处 朱德亮在写给长矢讲完 世中董君的信中说 陈笑起临走吴国前 曾告诉我李平肚子里有林甲 乡里人都认为他不能接近 我认为对这种有林甲的人不去招惹他就是了 没想到又有苏秦子 张仪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是应该让陈笑起知道 本文要说的成语 便是朱德亮心中 所说的父有林甲 意为肚子里有林甲 比喻心怀险恶 这也是朱德亮首创的成语之一 文中所提到的兜候李平 其实就是李延 为刘备的托乌重臣之一 据三国志记载 朱德亮四出其身欺减 李延因粮草运输国力 让朱德亮撤军 后来又为了故意开脱自己的责任 上书后主刘禅说 是朱德亮为了诱敌深入而故意撤军 事后朱德亮经过调查 上奏弹劾李延 将其点为平民 李延被废事件 是朱德亮主政时期 蜀汉帝国内部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原因其实并非简单的粮草度日独立 和欺瞒后主那么简单 其实是朱德亮与李延所代表的蜀汉内部两股政治势力矛盾激化的产物 而在这场争斗中 势力更强的朱德亮占据了上风 最终 后主刘禅下诏罢出了李延 本文提到的这封信 是刘禅罢出李延后 诸葛亮写给蒋万和董远的 这两人都是诸葛亮的心腹 而诸葛亮信中提到的陈 郑 也是诸葛亮为首的荆州系的主要成员之一 不过 这个所谓富有林甲的说法非常荒唐 显然是诸葛亮借陈郑之口 要进一步手画李延的 这也是古代打击政敌的一种常用方式 千百年来被反复使用 参考书籍 三国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